你随时随地不管什么样的知识 什么样的场合你都可以随时拿出来使用 因为期待方便不受场合时间限制 不少上班族利用五艘通勤使用 日本通灵叶婷也是爱好者 科技又实用的发明从日本流行到台湾 成为上班族舒缓灵魂之窗的发烧小物 Tubia 新闻林志生 郑慧欣 台北报道